汉字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符号 简单也有大乐趣 探寻笔画间的逻辑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字思维的课堂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神农匠生的最后一次课 前几节课我们了解到了 神农是为了医治族人的病痛 带领他们向南方迁徙 穿过幽暗的山谷 跋山涉水 历经千辛万苦 来到了传说中的仙山脚下 结果抬眼一看 哇 仙人之上 是吧 悬崖突出 到处都是悬崖峭壁 山涯的崖 山上还有泉水横流 整个山非常湿滑 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 是根本上不去 正当大家灰心丧气之际 神农师发现 一群灵猴 借助山市 山上垂下的藤条 这些竹枝木棍 很灵活地就爬上了山顶 神农师受到了启发 他把他的族人分为了三对 他自己在最前面做开路先锋 他身后的勇士 选了一个既有勇气 也有力气的勇士 在他身后紧紧跟着 手里拿着一把开山的石符 有什么作用 我们回头再说 最后更多的人 在最下面 大部队在最下面 干嘛呢 沿着上面两位开出的道路 用竹子 藤条 树木木棍 把他们绑结而成 一个一个的架子 在整个高耸入云的山体上 打架子 人们拿架子作为攀登的阶梯 一层层向上攀爬 我们先来看 大家注意看 神农在前方开路 他是神 他是伟大的英雄 所以他爬山是没有问题的 他是上得去的 所以你看他 手脚并用 双手借助山石突出来的 这样的部分向上攀爬 我们用一个汉字来表达 叫做甲 大家请看这个甲字 他的左边 横折 横竖 横横 这个笔画实际上表达的就是 山石突起 高低不平的样子 因为山毕竟跟墙壁不一样 不是光滑的 一样平的 它是有突起的石块 又凹进去的部分 这个时候 正好手脚可以着力 所以两只手在右边 紧紧的攀爬在这个突出的石块之上 横折横是一只手 右是另外一只手 所以合在一起 甲的意思就是借助山石向上攀爬 它在汉字里 甲有两个意思 第一是借助 第二是紧贴 这个好理解吧 借助这个山石 紧紧的扒在上面 咱们玩过攀岩就会知道这个概念 一定要紧紧的抠住 紧紧的贴在这个峭壁之上 一个是借助 一个是紧贴 表示借助的汉字 我们来看一下 甲加上一个单身旁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甲的甲 还有一个读音 读作放甲的甲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真甲的甲 怎么理解呢 刚刚不是说借助吗 现在怎么变成假的了 注意 这个甲本来在中文里的意思 原本它就是借的意思 同学们听过一个故事吧 虎甲虎微 不是说狐狸是假的 说的是狐狸很狡猾 它借助了老虎的威风 它骑在老虎头上说 有种的你跟着我到森林里去转一圈 你看看 这些动物害不害怕我 我才是森林之王 结果呢 老虎头上架着狐狸走进了森林里面 百兽看见老虎 赶紧吓得逃跑 狐狸龟老虎说 你看 它们都怕我吧 我多厉害 其实老虎不明白 动物怕的不是狐狸 而是老虎 所以老虎的威风被狐狸借过去了 还有一种我们在语文课上经常老师会讲 假戒字 对不对 假戒 假戒 什么叫假戒 不是假装戒一下 是假就是戒 戒就是假 假和戒是一个意思 在中文里面 有好多时候啊 我们的字的用法 是戒过来用的 原本没有这个字 戒来用一用吧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 叶 表示头的意思 在汉字里都表示head 但是呢 今天我们的语言里面 当我们表示page 一篇一篇的这个书页的时候 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来表示这个意思 就从表示头的这个页 把它戒了过来 戒它这个读音 来表示一页一页的翻书的这个书页 所以这个页就叫做假戒字 是戒来用一用 戒来的东西 是不是你的呢 不是你的 所以说这个假 后来才有了虚伪不真实的意思 戒回来的终归不是自己的 还要还回去的 在汉语里面 很多成语的假 都是戒的意思 我们来学习一下 第一 天不假年 什么叫天不假年呢 就是一个人 非常的有抱负 非常的有才华 但是在他年纪轻轻 正要施展拳脚 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 却病死了 或者说因为意外离开了人世 我们就感叹了 哎呀老天爷 你怎么不多借给他几年 让他完成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啊 为什么不给他多一点时间呢 让他这么有才华 就英年早逝 所以叫天不假年 他的意思就是英年早逝 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 但是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是有才华的人 我们的唐代诗人里面 有一位诗人叫李赫 他就是非常年轻 非常有才华 但是呢 去世的时间却非常的早 我们就叫做天不假年 反过来说 如果说多借给你一点时间 多给你一点时间 叫什么呢 叫假以时日 哎 学习了汉字思维 大家找到了认识汉字的方法 是不是立刻就会变成语文的天才 就会变成非常厉害的 懂文化的人呢 不一定要假以时日 假以引导 要自己付出努力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在中文方面 很有建树的 很有见识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假以时日 就是给你一段时间 这颗种子很好 但是呢 也不能种到地上 马上就长出茁壮的幼苗 必须阳光雨露 假以时日 它一定能够茁壮成长 假手于人 这个假手不是说假之 假的手啊 假手于人的意思 就是借助别人的手 来做某件事情 所以大家注意 这些假在古代的意思 都表示借 假为什么表示不真实的 我们刚刚已经学习过了 那么第二个 它读作放假的假 这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先要认识一下这个字 在假的左边加上一个日 这个字是闲暇的暇 休闲的日子 没事干的日子 就叫暇 闲暇之日 在古代的中国人认为啊 人一生下来 就是要劳动的 要学习的 要照顾家庭 有很多很多事情可做 不是让你玩耍的 享受是以后的事情 活着就是要做事 就是要劳动 所以啊 在古代 我们每一个人放假的时间 也是非常短的 我们在一两百年前 一个中国人 一年放假的假期 大家知道有多少天吗 少得可怜 只有13天 现在我们一年的假期 有多少天啊 有100多天 对不对 同学们 有寒假暑假 每周有两天的公休日 还有各种的节假日 过节的时候也放假 三分之一多的时间 都是不用学习 不用工作 都是休闲的 古代一年就13天了 而且呢 古人认为 这些时间是借来的 我要加倍工作还回去 所以假期的假 在中国的造字里认为 是借来的时间 借来干嘛 借来调整一下 借来喘口气 借来养个病 借来办个自己的私事 但是呢 工作不能耽误 不管怎么放假 工作是第一位的 以后呢 我要把这些工作 全部给补回来 当然了 大家也不必认为说 古代的人生活 就很累 很劳累 很辛苦 因为古代人一天 他们上班的时间比较短 不像我们今天 有八个小时学习工作 他们一天 可能只有三四个小时 需要工作就好了 他们的节奏比较慢 压力比较小 所以需要的 放假的时间呢 也不多 有一句古诗叫 因过 竹苑 逢僧化 偷得福生 半日闲 你看 我们的古人 有一个半天下午 跟着一个老和尚 喝喝茶 聊聊天 他都觉得 这个事情是偷来的 这个时间是 偷偷的 得到一个空闲 偷闲 偷控 这就是我们说 对于 嫁 这个汉字 最正确的诠释 借来一个时间 让你喘口气 让你调整一下 放假 不是目的 是不是让你 更好的 有精力 准备好自己 去工作 去学习 第二个 表示紧贴的用法 我们注意 第一个 这个字 今天不用了 繁体字 但是大家应该认识吧 什么字 对啊 虾米的虾 虾 就是在水里爬的 它虽然是水生物 但是呢 它并不是游动的 而是呢 紧贴在 在池底 在河底 靠 辅助爬行 叫虾 紧贴 还有个 在左边加上一个 斜御旁 这个叫 侠 侠 就是贴在这个 玉上的 不干净的 瑕疵 不干净的 一些斑点 白臂 微瑕 说的是一块 洁白的玉上 哎呀 有一个令人讨厌的 小黑点 就好像一个人 很多事情 都做得很好 但是呢 有一个 小小的 毛病 他的品德 各方面来看 都还不错 但是呢 有一个地方 做得不太好 白臂 微瑕 瑕 就是它的 不好的地方 它的缺点 当然了 瑕不掩瑜 这是另外一个成语 虽然有这一点点缺点 有一支点不好的瑕疵 但是呢 并不能够掩盖 这个玉 所本身带来的美好 带来的光辉 缺点是有的 每个人都有缺点 但是呢 我们要看到它 主要的部分 要看到它优秀的部分 瑕不掩瑜 再要注意 这个瑕的用法 神龙在前面 用假的方法 向上攀爬 在前面开路 身后 用藤条 系在腰间 带着一个勇士 就像爬山用的 这个保险绳一样 不怕他掉下去 拴在腰间 带着他 这个勇士 在他的身后 开到这个天梯 目的是为 后面的人造福的 为后面的人 让他们更加便于 向上攀登 用来断打的 这个工具 叫做金 就是这个人 手里拿的工具 叫金 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注意了 这个不是一斤两斤的金 这个我们在第三个故事 讲父亲的父的时候 讲到过 父亲的父 是一种最原始的 石头磨制而成的石斧 它是当时 在五六千年前 中国人最先进的 一种工具 所以父拿在手里 既是一种权力 也是一种义务 那么我们把这个尖尖的石头 绑在一个长城的木杆之上 就形成了另外一种斧头 这种斧头就要叫做金 金的这种斧头 它是多功能的 在这里 它可以开凿 山石 可以砍树 可以狩猎 可以耕作 就像小锄头一样 还可以种地 所以它是一种多功能的用具 我们把金用来砍树 就叫做锡 一个木加上一个金 分锡分锡 什么叫分锡 就是一斧头 树木被砍成两段 这就叫分锡 用这个金把一个东西砍断 就叫折 一个踢手旁 加一个金 手拿着斧头 把一个东西给砍断 砍倒 这个就叫做折 折断的折 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斧头的斧 上面那个父亲的腹 是最原始的石斧 下面这个金 是进步了一点的 稍微先进一点的 绑在木柄之上的石斧 所以两个斧头合在一起 变成了斧头的斧 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 虫也是蛇 他也是蛇 合在一起 就是蛇字 所以斧的构字方法 跟这个蛇的构字方法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好了 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位勇士 开凿的方法 他们两位 一直向上攀登 在我们的汉字里 上和下 这个我简单的讲一下了 大家看上和下 古文字正好是相反的 一短横 一长横 像一个二一样的古文字 其实就是上字 上面一长横 下面一短横 这个正好是上的一个相反的写法 这个就是下字 但是这样特别容易跟二搞混 所以古人用了一根竖线来区别方向 一竖在上 加一个小短横 就是上字 一竖在下 加一个小短横 这是个下字 所以同学们 你在写上字的时候 写完以后把上字翻过来 向下翻 就是一个下字 写下的时候 把这个下往上翻 就是一个上字 上和下是一个对称的样子 有一个汉字 由上和下组成 这个字合在一起表示 上不去也下不来 这个字读作 我听到有时候读卡 卡不对了 这个字读作 卡对了 在汉语里 这个字都是读作 卡的 发卡 卡住了 关卡 注意 表示上不来下不去的这个意思 只能读作卡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读作卡呢 只有在音译外来词的时候 表示外来的读音的时候 才可以读作卡这个发音 比如说 喝卡 它来自于英文的card 比如说卡车 来自英文的truck 所以注意啊 所以注意啊 这个卡是音译外来词 所以啊 大家要注意 这个卡 才是这个汉字真正的读音 读作卡呢 是在表示外来的读音的时候 才能够用到的 神龙氏带着这位勇士 在前面开路 一路向上 后面的这些族人呢 就用竹子 藤条 木头 把它搭成一层一层的架子 每搭一层架子呢 人们就向上攀爬一层 每天搭一层 不管是风吹雨打 还是炎热结冰 从不停歇 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 人们才把这个架子 从山底搭到了山顶 这个架子后来传说 化为了这座仙山的 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这个架子活了 变成了森林 这个架子的名字 你们能猜到了吗 对了 这个架子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在湖北境内的神龙架 神龙架这个地方 是自然基因的宝库 我们今天所能探索到的神龙架 可能只占它 所有的部分的不到30% 更多的未知的秘境 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神龙架是在地球同一维度里面 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传说 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农作物 最早的这个基因 最早的这个种子 也许就真的来源于 这一座神秘的大山 有机会 请同学们一定去一趟神龙架 因为这个地方 很可能就是我们中国的农耕文化 最早开始的地方